假如我们题目在这里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里面的中文部分留下来 只留下中文 那我不知道开头的几个字是中文 那我用什么方式来做会比较快 但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可能就整凸法链钢 不过凸法链钢在这里当然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知道开头几个字是中文的话 那怎么做才能够快速的完成这件事 当然各位可以打开这个范例档 不过先看一下 这个范例档在做这个范例档之前 早上这个练习题 记得你最后储存的时候 请记得就是说你在存档的时候 请你记得用另存新档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另存新档的话 这边把它浏览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要存档的时候特别注意 因为我这个档案预设的格式是972005的活页部格式 当然972003的活页部格式 就是旧版的它的副档名 基本上就是那个XLS 后面副档名 基本上因为我们大部分电脑里面没有让它显示出来 可是特别重要如果你这个地方把它储存的时候 它当然如果旧的格式是不分 就是说有没有那个什么有没有VBA部分 但是如果今天我希望存成2007以后的版本的格式 那这边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活页部格式 还有就是启动聚集的活页部 这两个不一样 特别重要如果你里面有放了一些制定函数 或者VBA的话 记得你要选择是第二个格式 启动聚集的活页部 那它这个时候呢 它的副档名 特别重要如果你选第一个 它预设的格式就是XLS 可是如果你选择的是启动聚集的活页部的话 它的副档名就是XLS 记得后面变成一个M 那存完档案之后 两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特别重要如果把它储存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如果储存启动聚集的活页部的话 它会帮你把里面VBA写的这个模组把它存下来 但是如果你存错档的话 比如说你刚刚存错档 假如说你另存新档的时候 存成什么 存成第一个啦 这个活页部的话 特别重要如果你存成活页部 它会把里面的VBA就去掉了 所以很多同学不知道 不就是储存了之后 它会跳出一个警告吧 它说下列功能无法储存 在无聚集的活页部 是不是 其实预设的这个格式是无聚集 就是不能放VBA 那如果你存这个的话 假设你之前有同学就把它按个是 他还不知道为什么 就把它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存完之后 再到我们这个里面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它其实有两个档案 我把这个格式 这个它放大一点点 那你会发现 这个是没有聚集的 它的副档名是 我刚刚讲XLSX 那有的话是这个 一个清单号 因为我们这边的电脑是用2013的格式 所以有关键在这里 就是这个 这个精探号 有没有精探号 那有精探号的话 你直接按下它 它里面的功能会在 但是如果你没有 刚刚像刚没有把它存起来的话 那你会发现 里面的功能 假设好像之前有同学这样 打开来之后 虽然说 它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 里面的那个 这个VBA 它不会帮你存 所以你打开之后 里面是不会有任何的 那个刚刚存的VBA 除非你存成是 另外一个格式 特别之后 所以这个格式要特别之后 存档的时候 要选择那个 第二个 启用巨蟹的回复那个格式 否则这个档案 就是你的VBA 写完之后的东西就不见了 那当然你后写VBA再存 如果没写VBA 你就存第一个就好了 OK 好 那回到我们刚刚这一题 留下中文部分 那其实留下中文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了 当然你们打开这个范例档的话 这边已经有一个做好的 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总共如果说 我今天要算 开头有几个中文的话 我必须用第一个LAT 但是我LAT 我不知道说到底 前面有几个是中文啊 那怎么办 其实我做了几个方法 就是里面会用到LEN之外 会用到LENB 再加BIGFI 另外还有个ASC OK 特别之后 那里面什么差异 其实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总共会分成三个部分来做 可是如果说你一次性 全部要做在这里 当然可以 可是如果全部混在一起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为什么奇怪 为什么你这地方又有这几个 那所以我把它拆成三个阶段来看 一这个文字的总长度 第一个 第二个把它全部转换成全形 OK 再来呢 全部转成半形 你想说为什么要转全形转半 特别之后 如果你全部转成全形的话 那一个英文字或者是数字呢 用那个LENB 特别说LENB 来算的话 会变成两个拜者 全形的话 LENB是算拜者 所以会两个 也就是说全部的总长度 那另外的话呢 全部转成半形的话 如果里面英文或数字的话 会变成一个拜者 那如果原来是中文的话 它还是两个拜者 反正中文不管 它反正就两个拜者 可是英文或者数字 会因为转全形和半形的不同 会差一个拜者 OK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把转全形的结果 减掉转半形的结果 然后我们就可以算出中文有几个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OK 那我们来试做一下 给各位看 那我们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 这个的总长度 总长度其实刚刚讲过了 就是用那个文字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LEN 所以LEN 第一个 我们用那个LEN 刚刚用过 然后按这个地方 它总长度13个字 OK 那里面当然不分 如果说你不分中文 或者是英文的话 总共会有13个字 OK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先把它转成全形 那转成全形 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里面的话有一个函数 叫做Big Phi 这个Big Phi 里面它有一项会说明 就是将怎么里面的字元 转换为全形 转换全形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所以我们用Big Phi 把它怎么样 那它会问你说 那你要转换成全形的文字在哪里 就是这些 这些文字 那你会发现 转全形跟转半形有什么差别呢 可以看到了 这个 这个尤其是数字 有没有 有没有 发现它那个会比较 字会变比较大一点点 OK 那我们把它转成全形之后 然后按确定之后 这第一个阶段 它会全部都转成全形 但实际上我不是要 它转成全形的结果 而是要转成全形之后 我用Byte来算 它有几个Byte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减下来之后的话呢 在什么我刚刚早上讲过了 你可以再去找到 算那个几个Byte的长度 而不是算几个字 这个是算几个字 这个是算几个Byte B的话指的是Byte 它会回传说 这里面的话呢 字元的个数啦 不过是以Byte来算 OK 按确定 几个Byte OK 然后呢 我把刚刚的转完全型之后的结果 各位可以看到 按确定之后 它里面的话 就是26 那再来第二个是转半型 那所谓转半型就是 再把这里面的东西全部都转半型 好 一样方法 插入函数 会用到 也是文字函数 那怎么样转半型 刚刚是Big Fine 其实对应回来就是ASC 这个ASC 这个ASC 其实可以理解应该是ASCII 就是我们有那个内码 把它转换成 其实你可以看这边有个半型 关键在这里 按确定 文字给它 就这个 按一下确定 那你会发现 字又变比较小了 也就是里面 它英文和数字 全部都把它转成半型 那转完半型 一样 再把它剪下来 去算它有几个bytes 所以我们一样用那个LENB 这边有个LENB OK 选做这个 OK 然后把那个 刚刚的公司 一样贴上去 按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两个相差 那实际上两个会有影响 你看 一个是26 一个是16 那实际上 会受到那个全新半型的影响 实际上就只有什么 只有那个 英文和数字 也就转全形 英文和数字 会多 就是会多一个 就是多一个bytes 那所以呢 我们利用这样的观念 那可以做什么事呢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去计算出呢 到底有几个被影响 有没有 那几个被影响呢 我就知道说 其实这里面的话呢 就剩下的 就是中文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边的话 如果把26 减掉16 那实际上里面会受影响的就是10个 意思就是说 后面10个 其实是什么 这10个 其实是英文的 那所以说呢 也就是说 它里面有13个字 前面的3 实际上就是什么 13 把它什么 减掉 10个字 那剩下来不就是中文部分 OK 所以哦 用这样的推理啦 那最后我们公司应该怎么下呢 其实哦 把这个删掉好了 因为这个是最后做完的 这个是一次性的哦 如果分4次哦 最后一次的结果应该是 把什么呢 把那个用在最后的结果是 插入一个什么 left 对不对 我用left来算哦 右边算过来几个字 那就是 哎 他问我说 哎 你的文字在哪里 在这里 那你要抓几个字 前面的几个字 就是 它的总长度 减掉什么呢 减掉 哦 它这个全形 扣掉 半形 哦 全形扣掉半形 实际上应该是 比较标准的做法应该是 先把这两个先减完 哦 因为 全形减半形会影响的 就是英文跟数字 那剩下来就是中文 所以意思就是 总长度里面是有中文跟英文 那扣掉 会被影响的 英文跟数字 之后呢 就十个字嘛 剩下的就是三个字 那就是我们的中文 按确定之后的话 资料库三个字 就出来了 那你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一样的方法 你可以把这底下 总长度全部算完 全形转半形全部算完 转半形全部算完 一二三 最后把最后的结果 怎么样 再向下填满 放开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剩下来的 就是中文部分 那最后一个 这个应该没有嘛 所以它全部都影响了 三十减掉失误 那里面呢 等于全部都是中英文 所以就没有了 OK 所以 原来的做法 当然我刚刚早上讲过了 像这种公式 原来的公式非常的冗长 你要一次做完 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除非你已经脑袋里面 已经整个都非常的熟练了 如果你没有那么熟练的话 我是建议你分四个部分来做 OK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动作 一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在D到F这边 先输入总长度 总长度指的是 它原来的字数 转成全形之后的字数 那个字数是用那个什么 用LENB算bytes 然后转半形 最后再把它里面的中文部分 截取出来 所以分成四个步骤来做 那因为这个难度 已经算是比较高了 尤其是比较喊用的 像是什么 LENB跟Big 5 其实这算是比较少用 我想大部分同学 应该没有试不会用到 可是 如果你遇到刚好中英数夹杂的时候 你不用这个方法做真的 还真的想不到比较快一点的方法了 OK 因为常常会遇到 我可能只需要里面的 中文的 或者是英文的 或者是数字的 那怎么办 你就要变通一下 OK 所以我们这边会用到 转全形的Big 5 跟转半形的ASC 最后再把需要的用LAD把它切除 LAD应该知道 从左边算过来取几个字 OK 那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 所以你们其实 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的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白板上面里面其实有答案 我刚刚做的所有动作 各位可以看到 在程式码的最左边这边 如何留下 中英文中的中文 你把它弹出 弹出之后的话 里面就会有答案了 其实我做的过程 各位请参考一下 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那如果说你要分阶段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看 那当然我刚刚是 这个是1 这是2 3 4 这个是一次做完的 OK 请各位试一下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可以分成四个步骤来做 总长度 转全形 转半形 最后呢 才去把中文的部分把它抓出来 中文的部分把它抓出来 因为常常有遇到同学 是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你一个资料里面呢 有中文有英文有数字 那我要把里面的资料 把它抓出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非得用 刚刚讲的那几个函数 包含就是LEN LENB Big Phi 跟ASC 最后用LENB 把它切出来 试试看 不关键 你们在过ill 小时 这是 A 3